Hello,大家好 就是说一下人生苦短,何必斤斤计较 嗯,就是啥吧 斤斤计较这件事情特别容易发生在朋友之间 嗯,工作的朋友,玩的朋友,男女朋友 都是特别容易发生斤斤计较这件事情 对,斤斤计较这件事情 嗯,怎么说呢 当时的你,你会因为不开心或者因为对错 或者是想把事情梳理清楚 然后去谈论这件事情 会去说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都是在斤斤计较 那你比如说 现在的我 那可能以前我还会想说 说,嗯,这个事情是这样 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嗯,我可以不在意 但是呢,这个事情是这样 自己脑袋里在想 或者也看到别人就是说 他可能也不生气,也不在意 或者是真的生气,真的在意 然后还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而这都是,就是不必要的 因为人生苦短 你为什么要浪费这一毫秒的时间去想这些事情呢 嗯,为什么不去珍惜宝贵的时间去看书 去学习呢 那比如说我有朋友 那他呢,嗯,就是 他和室友的习惯是不相当的 然后呢,嗯,他又说 他本来呢是想说 住一个近的地方 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和未来的发展上 但是呢,因为这个地方 可是确实因为选择了这个地方 让他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在这个房间啊 还是跟室友的相处 和这个解决自己 因为此不开心的时间浪费了很多 他反而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工作和发展自己的未来 嗯,这件事情你怎么想 就是 现在是 嗯,生活的条件状况呢 可能让你很不舒服了 嗯 首先呢,我们说哈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你可以考虑换一个环境 那么,既然呢 没有换环境的时候呢 或者说在暂且无法换环境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是 你为什么要去想这件事情 就是本身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自己的心量就已经变小了 那么 嗯 就是 还要解决自己的不开心 这件事情就是 嗯 心量就更小了 因为 学习的机会 锻炼自己的机会是多么难得 就是 包括活着的每一秒都多么难得 为什么要去 啊,处理这些事情 这是 以前的我可能会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会对这些做法都非常的不理解 因为 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明白生命的宝贵 你没有明白每一份每一秒得之不易 你不明白学习的机会得之不易 所以说什么吧 嗯 其实呢 不是因为 环境不好 让你 没有办法发展未来 而是 心量的大小 影响了你的未来 量大幅大 你有多大的心量 你就有多宽广的未来 环境已经无法改变 那你为什么不珍惜活着的每一秒去学习 而是用来 让自己去调节自己的不开心 然后呢 去 啊,去 蜘蛛比较 谁对谁错 谁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对待 嗯 都算了 那么 我明白就是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可是 当你发生一些事情 你慢慢领悟到生命的宝贵 学习的得之不易 你就懂得去珍惜了 那么 我是经过这一段时间 才明白这一点 所以呢 想起自己以前 因为这些斤斤计较 浪费的时间 和自己当时的心量 都很羞愧 那我希望呢 大家做的一定比我好 可以 嗯 不再去 嗯 斤斤计较人与人之间 这些事情 你只要珍惜每一秒 去学习 去 嗯 去做一个好人 去改正自己的不足 嗯 去扩大自己的心量 那 那样的话 你一定有个非常幸福的人生 加油 给你责任 给你责任 做一个好人 谢谢观看